贝利亚被压在石头山下已经五百年 加古拉一直在旁边看守着不让他逃跑 到底是谁把贝利亚封印在这高高的悬崖上面 五百年都不能洗澡连饭也没得吃 贝利亚在这里受尽了风吹雨打日晒雨淋 加古拉和这匹黑马也在陪伴着他 更惨的是每当下雪的时候 这些石头就会更加用力地往下压 差点还连累了旁边的加古拉 如果觉得贝利亚挺可怜的就评论鲜花表情吧 居然有几个外星人想来这里参观一下 他们不惜历尽千辛万苦爬到山上 就是为了想看看贝利亚到底有多惨 他们两手空空也没给贝利亚带点食物 然后就拿出手机和相机开始拍照 贝利亚的心情非常郁闷 感觉自己成了动物园的猴子一样 这些人拍照就算了 也不带几根香蕉过来 此时贝利亚的表情就像你手机里的第四个表情包 只有塞罗奥特曼会经常送一点水果来给他吃 还很有爱心地趴在地上陪他聊聊天 真没想到塞罗还把贝利亚当成好朋友 拓雷基亚一有空也会来看望他 还带了奶茶给贝利亚喝 贝利亚感动到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而旁边那些无聊的人还在拍照 直到天黑了才肯离开 杰德来到山上看到贝利亚这么可怜 他伤心难过到大声痛苦 杰德不忍心贝利亚一直被困在这里 决定把他救出去 可是奥特之王用这些石头封印住贝利亚 没人能够解除 杰德只好去找奥特之王求情 求求你放了贝利亚吧 你已经把他封印了五百年了 他一定不会再做坏事了 杰德我知道你是个大孝子 但是要解除贝利亚的封印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贝利亚要得到所有小伙伴们的原谅 不过现在还是有很多奥特曼的粉丝讨厌贝利亚 所以我也没办法 杰德只好失望地离开 打算回到山上陪伴着贝利亚 可就在这时山上围满了很多人 杰德还以为贝利亚出了什么事 害怕地走过去看看 全部人都在给贝利亚送鲜花 大家都原谅他了 石头上的封印自动解除了 不断地冒出火花 砰的一声巨响石头全部自己炸开 贝利亚终于自由了 他和赛罗说了声谢谢 然后就跳将洛桑回家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困了他五百年的地方 贝利亚开心地像只小鸟 从此以后 杰德和贝利亚两父子在海边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